玩了一小時半 到了十級 十級這邊要打紅鼻子 兩個任務都是紅鼻子 反正就走同一個任務 進來看一下 應該很好打 因為我的戰力比他要求還要高一些 這個打完我記得好像就到下一個階段了 到下一個城鎮的樣子 然後等級7就有拿到馬匹了 其實都還夠用 給他自動進行 他這個通關之後你就可以去打單人副本的紅鼻子 但是要有那個入場券 那個好像是叫做小黑的每日任務 小黑每日任務你有接的話你就可以 你現在有小黑的每日任務嗎 有我等一下看一下我還沒看 忘記去看到 忘記去看一下 你那個家園可以立即完成 只要扣那個 這個 綠色的那個東西 綠色那個叫什麼 看一下 這個叫做恢復行動力 種田其實他就丟著而已 他是放置型手遊的一種玩法 有大隻的 他就好看 對啊 他就好看 他就好看 這個最好看 他就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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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呵 我記得當時PC版第一隻打這個時候是在海岸旁邊打 然後這個卻在森林裡面打 哇 被打到還是扣蠻多血的 閃一下比較好 一直被壓制 他有一個迴避啊 迴避可以回三次 贏了 輕鬆啦 你有升級了嗎 家園要升級才會擴大 那叫什麼他叫家門喔 翻譯叫家門 石頭不夠就要挖石頭啊 貢獻到後面也蠻重要的 貢獻到後面也不夠用都有可能 他前往下一個地方了 咳 終於過到下一個階段了 我怎麼還沒有 家園可以蓋 等一下 他就會出來了 你有沒有覺得我畫面很鈍 因為在轉檔 轉檔超LAG 用42吋在玩手遊就是這樣 所有的粗操都看成一清二楚 攻擊力加1 再來強化一下裝備好了 無時無刻都要強化裝備 這一個吧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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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開始都超好衝的 一兩顆就100% 對啊 所以你如果是跨職業的話 一抽到黃色武器 你就 衝很快 一樣馬上第一天就加22 當時玩黑暗騎士就是這樣 一直玩到好不會啊 你就 鍾愛一隻就可以啦 應該不難吧 四百戰力了你的 有喔 你看 你看 你看看 加8 你看 你解這種親密度會有那種貢獻給你 嗯 那親密度每天可以解幾次 我還還還 我現在是第一個任務啊 你全部把它解完好了 他剛剛下面不是有幾次 一天 好像同一個區域棍兩改 來看 看下親密度 欸不是每個人都有 不是每一個NPC都有那個 都有任務可以解 喔 你看親密度在這裡 不然就要趴文 你看看到底是怎樣 他就是會有 話題 對話 消耗行動力 喔他就是 你看你看他這裡就需要 我剛是從那個 珍納 珍納這裡過來 然後他要西部引進的那個姿勢 只是說這姿勢取得就沒辦法 因為你要跟 可能跟你講話 果然你整天都要耗在黑色沙漠了 很狂 這遊戲 這遊戲不只晚上睡覺還要掛 然後白天全天都要結任務 你還要起來夢遊一下 你知道嗎 你還睡不好 沒有你還要起來夢遊 玩這個遊戲就是你要準備睡不好了 因為你晚上你會發現 靠北還有 還有事情沒做完 那會做噩夢欸 看那個精神壓力很大 那個等同於鬼壓床 你要去買種子來種 然後現在交易所全部的黑石都買不到 超缺 超缺的 他只給我紅蘿蔔種子 我要先去買 耶我領地出來了 我看你最好看 你可以做冰箱子 我看你 我會做冰箱子 我會做冰箱子 你會做冰箱子 這就是冰箱子 我就是真的 我看 有有什麼